大家好,我是阿柴,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个经验 如何简单舒服快乐的学习国外资料 以这篇文章为例,这是一个网页 这个网页非常长,注意看右侧的滚动条有这么长 但是这篇内容非常的有价值 是关于谷歌SEO的 内容不重要,方法重要 其实像我这种半调的英语水平 慢慢的看,慢慢的翻译 遇到不会的单词,再借助一下工具也是能看完的 但是学习效率很低 花费的时间很长,也十分耗费精力 今天找到一个方法,能省一些精力 学习的时候能省点力气 具体的方法一共有两步 第一步是翻译 我现在用的是微软爱质浏览器 是这个浏览器 然后点右键 再空白出点右键 点击翻译为简体中文 它会自动翻译 翻译完了之后,这么一行一行的看也是挺费劲的 也挺费眼的 特别是对于有阅读障碍的人来说,这么多的文字还是挺消耗精力的 我用的方法是自动阅读 还是在空白出点右键,鼠标的右键,然后选择大声朗读 在本教程中,我们将向您展示如何使用rank math的内容分析来优化您的帖子 在测试中,对100分得分100,并设置您的文章以从搜索引擎接收最多的流量 上边有一个暂停 右侧有一个语音选项 它默认是常规 我选择的是比常规快两档 听一下常规的速度 当您创建新帖子时 您的目标之一显然是吸引流量到您的帖子 而rank math的内容分析和优化功能只在实现这一点 这个语速很好听,但是效率太低了,太慢了 比如从这开始,我调整一下速度 试一下最快 最快有点太快了,有点接受不了 在您创建的每个帖子中 rank math会根据内容为您提供战略建议 从而帮助您优化帖子以获得最大流量 如果您遵循所有建议 那么您的帖子将从内容角度进行完全优化 您的内容排名的概率也会更高 我们试一下快两档 我感觉快两档比较适合我的速度 高 优化过程从开始创建帖子时开始 这就是为什么优化的所有工具都放在创建后屏幕上的原因 若要查看所有可用的工具 请从wordpress菜单添加新帖子或编辑现有帖子 在我们的演示中 我们将从wordpress菜单帖子添加新创建一个新帖子 排名数学完全支持每个人都习惯的经典编辑器 以及新的快编辑器 还可以换语音 现在用的是一个叫小小的 简体中文一共是两种 一个是小小 现在用的是小小 还有一个是阳云 编辑器 如果你使用的是经典编辑器 则必须向下滚动文本区域下方才能查看排名数学的原况 在新的快编辑器上 排名数学不低于内容区域 而是完全集成到快编辑器中 要查看排名数学 请单击屏幕右上角的CL分数按钮 您将在快视图中看到rank math的所有工具和建议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将经历在 这个声音也很有词性 我们听一下男声的标准速度 wordpress中撰写文章的过程 然后我们将优化后 完全使用排名数学的CO字定义建议 撰写帖子 编写文章的通常工作流逝 先编写文章 还是听女声好一些 听一下台湾地区腔 文章 然后对其进行优化 有些人也优化后 而他们写它 但我们发现第一种方法 已更有效地 这个太别扭了 还回到大陆的女生 为了本事例 我们将要将现有的排名数学知识库到帖子区域 这应该很有趣 因为KBS的编写对你有帮助 但并没有真正针对CO进行优化 对比将帮助我们了解排名数学将如何帮助优化帖子 即使您是第一次写帖子 请注意 我们在此讨论的内容格式 我们可以就这个主题发布一个全新的帖子 但幸运的是 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资源 如何做正确的格式您的内容 第一步选择焦点关键字 好了 这个经验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Archia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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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